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极端的思想实验 假设你现在并未在医院 临时急需一名医生来给你进行一台手术 而现在医院正好有两位医生 第一位医生他曾经做过类似的手术 但是手术非常的失败 病人最后痛苦而挣扎的死在了手术台上 如果你今天选择了他 你将成为他第二个手术病人 还有另一名医生 他刚刚实习毕业不久 从来没有在真正的手术台上实践过 今天是他平时第一次做主导医生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候 你会在这两位医生中选择谁呢 换句话说 你觉得他们谁来做这堂手术 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呢 如果你坚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话 那么第一个医生拥有着宝贵的失败经验 这一次手术成功的可能性一定更大 你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他 但是作为一个正在面对生死抉择的病人 你会不会感觉这个选择的逻辑有点别扭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是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 美国的著名大学哈佛 在1975年到2003年之间对于美国自主创业者 在创业期间的成功与失败的比例进行了观察和统计 他们得到的结果竟然是上面第一位医生宝贵的失败经验 对于第二个医生来说不仅没有任何优势 还会降低手术的成功率 你应该选择第二位医生 哈佛的这项研究发现 上一次的成功经历会让这一次的成功率增加50% 因此唯一有用的经验只有成功的经验 而失败的经验并不会直接导致成功 因为如果一个人经常失败甚至一直失败 将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习惯性的失败再失败 这么看来确实还不如一个新手 因为无论是谁都会有这样一种心理 让一个人在失败以后情绪上无法接受自己的无能 所以肯定都是因为其他因素 比如天气不好 比如工具不给力 或者手术台的灯光不够亮 总而言之就不可能是我的水平不行 在这其中根本就不会有反馈 更不会有调整 所以更容易导致再一次的失败 而如果一件事情成功了 就一定是自己的努力勤劳加天赋的回报 这使得好氛围 比如说周边人的赞赏或者鼓励 这样的好心情才会让你稍微反思一下 今天自己做了一件很牛的事情 比如今天哪里做的特别好 以后还可以这么做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 这才是大部分人思考的途径 能够在逆境中自我反思的人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无论在哪里都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么你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因此从大概率上来说 一个人的失败更容易导致更多的失败 而成功才有可能导致再次的成功 1975年 清理学家马丁·赛里德曼 做了一个现在看起来非常残忍的动物实验 他把狗关在一个笼子里 不断地给狗施加难以忍受的电击 狗被关在笼子里逃不出来 于是在笼子里无助的狂奔 同时伴随着惊恐和哀叫 在无数次的电击之后 渐渐的狗就只是趴在地上惨叫 而不再狂奔 到后来就算把笼子的门打开 甚至有其他时间组的狗 给他做出了逃跑示范 这些狗也不会选择逃跑 而是继续趴在地上呻吟和颤抖 绝望地等待着被电击的痛苦 这就是著名的心理现象 习得性无助 同样的一个人如果经历了持续的失败 就会感到自己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一抓一大把 比如一个人不断在感情中经历挫折 不断遭受着背叛 谎言 被劈腿等等 导致了一次次惨痛而失败的情感经历 当这些人再一次进入一段关系以后 在遇到感情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时 第一个反应不是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而是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态度说 不用谈了 没什么好谈的就是不合适 这样的人他们害怕面对问题 不是因为他们胆小懦弱或者情商低 而是因为他们过去的每一段经历都在用结果告诉他们 有了矛盾是谈不出好结果的 他们的逻辑是与其主动去解决问题 不如放手让自己躲过一次伤害 既然最后一定会失败 大不了从头再来 到最后他们会陷入一种期待 出现一位与自己完美匹配的完美伴侣的幻想 似乎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殊不知 这就是典型的习得性无助 失败会让一个人渐渐对生命失去张控感 对自己和世界失去信心 你可能会说 逆境中容易出现英雄 没错逆境可能是会锻炼人的硬直 但是99%的时候 逆境只会彻底摧毁一个人 让你在一次次失败中再也爬不起来 要说失败其实也并非完全不是成功的母亲 只是可能这个失败 不是大家一般所认为的失败 有一门手术叫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 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手术 因为这项手术需要在心脏停泊的情况下进行 一旦手术失败就基本意味着病人的死亡 有研究团队就对6516例这样的手术做了研究 目的是要找出手术的成功率和主刀医生之间的关系 他们得出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一如果一位医生手术失败了 这位医生之后的手术会更容易失败 并且他的成功率将会一直下降 二如果一位医生手术成功了 会让他之后的手术更容易成功 而且他的成功率会持续上升 三如果一位医生手术失败了 在场的其他医生的手术成功率将会提高 因为他们会从这位医生的失败经历上 得到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四一位医生的手术成功 对其他医生的手术成功率 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这几个结论 他们不仅告诉我们失败更可能导致失败 还告诉了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你的成功之母只有可能是别人的失败 大部分人其实一生都在避免失败 并且追求成功 我们能够给予失败的意义再高 也不过是别人的失败是你的成功之母 而失败了以后如果没有成功 这样的失败就毫无意义 就像很多人会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从生物的角度上来说 人生的意义就是繁衍后代 如果你在成功繁衍之前 就死了 那至少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你的生命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没有成功的失败经历 会让我们感到厌恶和恐惧 因为成功就是这里面最大的回报 自然界的规律总是残酷的 强大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 而资源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 因为资源本身就会寻找别的资源去整合 加上他们犯错的代价很小 基本没有什么顾虑 因此强者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强 但弱小的人就正好相反 他们的资源本来就少得可怜 犯错的成本又太高 根本输不起 所以就连那微不足道的资源 也会被掠夺 最终变得一无所有 弱者越来越弱 根本就不是一句努力奋斗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人家的起点 是你永远也到不了的终点 你就算高如姚明 穷尽一身练习跳高 也摸不到太空站的边 换句话说 就是只有成功的人 才有资格造就成功 我们总听说那些 在逆境中成功的英雄 是因为这样的故事 太离奇少见 才生动有趣 带给大家希望 才会被人们广泛的传播 而一个成功者 从一个成功 走向另一个成功的故事 太过于平淡无趣 更不可能生动 乔布斯做电脑很成功 做iPod更成功 做iPhone就更容易成功 史瓦辛格练剑面很成功 拍电影更成功 做California州长就更容易成功 特朗普做房地产很成功 做脱口秀更成功 总统竞选就更容易成功 虽然失败可以磨练人的意志 但更多的是把人从白日梦中拍醒 因为强者的规则 从来就不会因为 哪一个弱者的坚韧不拔 就会网开一面的饶过他 这的确会让很多人感到很失望 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 这是个事实 话虽如此 我们既然知道了一个成功 才能塑造另一个成功 那小人物的成功 也就有了希望 如果可以制造一个小成功 即便是故意设计出来的 甚至是自己骗自己的成功 只要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让自己感觉自己是能行的 不断的累积一个一个这样的小成功 就能把你从一个成功 带到另一个成功 让成功慢慢变大 在过程中或许避免不了暂时的失败 但也不要厌恶它 因为失败从来都不是最差的结果 要知道成功和失败 根本就不是对立的两面 它们真实的关系是互补 成功和失败 有一个真正的共同反面 那就是什么都不做 如果 노래� than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